吴京是一位实力派的演员和导演 他以硬汉形象和爱国情怀而著称 然而 在他的私生活中 他却是一个十足的女儿奴 对自己的女儿无比宠爱和溺爱 近日他在电影《再见李可乐》中 与谭颂韵饰演了一对妇女 展现了他的另一面 据悉《再见》 李可乐是一部以宠物为视角的家庭温情电影 讲述了一个心中是家庭的悲欢离合 吴京在片中饰演了一个慈爱的父亲李柏宇 谭颂韵则饰演了他的女儿李妍 两人在片中有很多感人的互动 让观众感受到了妇女之间的深厚情感 在拍摄过程中 吴京也完全释放了自己的女儿奴属性 对谭颂韵十分照顾和呵护 据导演王小烈透露 吴京每次看到谭颂韵都会两眼发光 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女儿一样 她还会经常喊她闺女 听到她叫自己爸爸时 声音就会变得很柔和 她还会主动帮她拎东西 打伞 打衣服等等 就像一个小跟班一样 谭颂韵也表示 吴京给她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真正的父亲 让她很安心和舒服 她说 吴京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和导演 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和爱心的人 她很荣幸能够和她合作 并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